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了 那今天是我們4月26號的時候 哇 原本今天是要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珠智慧色這邊的比賽 結果現在發現的時候已經9點18分了 應該是已經結束了喔 哈哈哈 整個都忘記了 哇 尷尬了好不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忍春運動會這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喔 決賽進行中 還有嗎 還真是如此有如此沸騰的感覺 比賽太精彩了 切身差點忘記宣布今天的結果 是誰贏 是誰贏 支持率 哇 支持率這邊 準白那邊52.1%欸 再下來以深切的感受到大家的熱情喔 然後感謝大家對財務部的實質切身都記在心裡 然後我們勝率這邊是52.0% 能有這樣的成績還要感謝大家喔 看來我們隊員是真的很努力呢喔 總決賽積分 哈哈哈 居然嗎 勝利的結果從大家的努力程度上 就已經預料到了喔 為此好好歡呼吧 所以這一次的話基本上是那個 準白組獲勝喔 然後這邊雖然沒有贏得比賽 然後老闆娘還是有那個 欸 跟大家祝福的話這樣 但有大家的支持結果就沒有這麼重要了呢 喔 結果最後是 準白的這個頭像是嗎 哇 好可惜欸 但是 欸 2比1 哇 對面這邊36 35 25 我們這邊是23 18 13喔 然後我們這邊還可以領取寶箱 陣營寶箱 有這個準白幹的好欸 但是我根本就不是準白這一隊啦 為什麼可以領他們寶箱 哈哈哈 哇 好可惜好可惜 但是我覺得是還不錯啦好不好 真的蠻好玩的 但超白癡的欸 我整個忘記就是那個了欸 好不好 我整個忘記就是比賽 哈哈哈 哇 好可惜喔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比賽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就是你們對於比賽的一些看法 喔 這個 準白組的果然都是一些狠人啦 好不好 那個時候大家都說 因為準白很難得參加活動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讓就是那個 都是選擇準白組喔 然後我這邊就是 欸 因為我射嘛 我好射所以我就選擇老闆娘組了好不好 哈哈哈 啊 好可惜最後沒有看到喔 不過真的是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 運動會是真的還蠻好玩的啦 大家怎麼看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囉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我們的PVP 哇 錯過比賽 超白癡欸 原本還很開心的說 哇 今天晚上八點應該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 注釋會社來秀一波 我覺得好可惜喔 但是沒有關係喔 我覺得這個活動的話真的蠻好玩的 我覺得之後應該可以做多一點 就是這種就是 選擇陣營啊 然後來PVP的這種活動 我覺得會頂好玩的喔 不知道忍忍之後還會有這些的一些那個 設計或是怎麼樣去安排 我覺得應該是頂不錯的喔 這一次運動會的話大家玩得怎麼樣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等待一下 我們的3v3的排位進到我們的畫面 好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我們的3v3喔 既然沒辦法看比賽 那我們就來自己打一下喔 快快快快按準備 有有有有有了 這場的隊伍的話呢是我們的 殺戮靠的跟下去啦 然後對面是我們Kevin1368 跟好喝的可可鴨 還有旋風丸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戰場效果是我們的惡咒 40秒會有一個角色在上面 因為巧惡魔會在上面打我們 然後這場的話是鴨之潮的困難 那我們一樣就先用一下我們的小焦來跑一跑喔 跑個先手小焦啦 沒問題啦好不好 然後就來看一下能不能取得好成績 這邊的話我們隊伍是一隻小焦一隻靈跟一隻小黑 對面是兩隻蒼牙跟一隻靈喔 然後這關的Boss是七面鬼跟紙面鬼 然後我們這次的賽季效果是這個 有攻擊型的這個雷弧光喔 就上我們那個雷劍吧 雷劍的效果喔 好沒有問題 不過鴨之潮的話我已經忘記 困難的話應該是那個吧 暗之欲才是有那個順順順嘛 然後鴨之潮的話應該就是有很多刺刺的那個 但是在前面的部分的話應該都會變成有那個 前面部分的話應該都會變成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就是燈籠啊 或是有那個補能量的喔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第一場會 發生什麼事情 下去啦跟殺路扣的喔 我的隊友一定都很照 對面兩個0% 0%的隊友都還蠻可怕的 喔 那邊好喝的可可鴨跟旋風丸 陷入不是很穩定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不會就因此而好不好 因此而好好打一點點這樣子 好 就開跑了 有沒有就是這個燈籠區 現在好像都變成這個燈籠區了 所以你待會過去的時候要住那個刺刺的地方的話 就不是那麼的熟悉欸 欸這是什麼東西 下面我記得好像是有那個可以順順順的 喔不過我們這組隊友好強欸 這場隊友在秀欸 開秀那種欸 秀爛欸 隊友已經到了欸 哇 太神了吧隊友 怎麼跑得如此快速 太神了太神了 來火系精通買一下喔 好神好神 隊友很會跑喔 感謝carry感謝carry 發個火球 岩神 百獵鳳眼 有有有你們跑得好 然後我盡量這邊就是 給你們輸出的保證好不好 神明之已經打了三幾萬了 我們有一個良好的機體啊各位 有隊友 隊友 隊友剩到三幾萬了 好 沒問題 順順又利利 這關的這個第二部分是 是那個 黑洞區 黑洞區 大家會優先選哪一條路去走 會優先選哪一條路去走 喔呦 我在幹嘛 哈哈 我在那邊一直受傷拿我第一個到啊 笑死我了 欸完了 啊我剛剛那個勒 大忍術品勒 已經花掉了是不是 大忍術品勒 全罐全罐 欸 那個劍居然是 要那個嗎 要瞄準的是吧 欸等一下等一下 對面 對面要追上來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有吧有吧 我們的分數我們的分數 快快快快快快 再努力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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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吧 欸我還死掉 啊 不是啦 啊贏了 哈哈哈哈 最後一顆還掛掉 這太白癡了好不好 耶沒問題至少有贏喔 好啦那今天的話主要來說 本來是想讓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比賽的 結果我自己忘記時間了 哇 錯過了 好可惜 那大家有沒有看比賽呢 也可以跟村民分享一下究竟精不精彩了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話是我們準白的行銷部他們獲勝了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就恭喜我們的行銷部啦 那不知道之後整整還會有半支相關的這種活動 希望是多一點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這樣子喔 那你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運動會 人村運動會這樣的安排你們覺得有不有趣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你們這些看法 那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